假面骑士Sabre后期指定大爹托马老师 他的战斗力一直是个谜 使圣刃虽然作为他的最终形态 却没啥排面 因为与大部分骑士不同 战斗力不亚于刃王剑的形态 托马老师还拥有至少5个 那么这6个形态的真实实力到底如何呢 今天小陈就来给小伙伴们深入分析下 托马老师的6个最强形态 看看谁能脱颖而出 首先提名的自然就是刃王剑使圣刃 他是托马老师的最终形态 首次登场于TV第38集 可以使用十把圣剑的力量 在设定中 刃王剑以剑士的创造力为十粮 能带来足以动摇银河的强大力量 好家伙 你这上来就是宇宙级骑手啊 同时他还隐藏着改写并修复世界的能力 这一点从十圣刃初次登场就能看出 托马一段剑舞就修复了被大圣刃破坏的世界 再加上披风可以将使用者的创造力填满 换句话来说就是无限满蓝 理论上来说强度没有上限 即使在Sabre维新的事件官里 也是妥妥的挂逼一个 更别说十圣刃还有强化派生形态 在TV第3940集就分别登场了不同的强化三侧版 哪个最终形态能有这待遇啊 没看见对面大山人都破防了吗 此外 十圣刃在剧中的战绩也一直很好 最终boss老巫登场时才初次吃鳖 如果最终决战时 十圣刃没有拿去抵挡青石 而是配合上奇幻全能 恐怕令和天花板就已经诞生了吧 第二个要说的就是史上战绩最逆天的强化形态 远古之龙形态了 初次登场在TV第23集 在设定中寄宿传说神兽远古飞龙的力量 自带的骨骼装甲即使粉碎 也会马上恢复如初 并增加硬度越战越强 永不停歇 缺点是使用时托马老师会进入失智状态 战斗方式也会变得杂乱无章 充满破坏性 远古龙的首战便震惊了老巫与拉杰尔 一手除大地剑法打得两人头皮发麻 后续更是一个技能 打解体了在场所有人 排面强度双双拉满 他在TV内的表现也堪称逆天 出场不多 但基本都是把对手压着打 就连最终boss斯特利·乌斯都被远古龙揍过 远古龙与时圣人一样 也能继续强化 获得派生形态 上半身左边部分的装甲 在设定中是书籍缺失的空白部分 能通过夺取其他奇幻书的力量来强行弥补 解放不完全的骨龙力量 一具海骨就已经这么强 如果是还活着的骨龙完全体 强度不可估量 都知道全能Saber形态 强于最终形态任王剑 但你知道它到底强在哪里吗 全能Saber是在假面骑士Saber大结局时 托马老师使用奇幻全能驾驭书 变身成的纠集维星形态 这东西的来源非常玄乎 观众们只需要知道 全能Saber串联了所有的情感 将全部奇幻驾驭书的力量给予一生 发挥出无限的可能性 它的设定也极其变态 能力多到一本书都讲不完 小陈就这么说吧 后续的敌人如果想要碰瓷全能Saber 至少也要超越整个奇幻世界 不然根本没得比 并且还是个移动热点 可以将书的力量分享给周围的见识 所以在决战时 伦太郎和闲人也能够变身 并一起获得奇幻全能的能力 虽然在TV中仅登场一次 但全能Saber也展现出了它应有的强度 各种花里胡哨的技能满天飞 打的最终boss老巫一点脾气没有 更离谱的是全能Saber理论上还存在 继续强化的可能 比如插把任王剑变成全能时胜任什么的 老巫吓破党了直接 综合上述 全能Saber可以说是Saber系骑士里 最为顶级的存在了 那么如此逆天的形态 什么样的存在才能与它battle battle呢 答案是超级英雄战技形态 也叫东映历史书形态 这位更是重两级 Saber作为主旗 至少在战力方面 绝对是东大妈的亲儿子级别 超英雄战技形态 初次登场在假面骑士Saber与战队全开者的联动剧场版 是能够爆锤缝魔石王的真东映天花板形态 从书的封面与内侧就能看出 不仅拥有全骑士之力 同时还拥有所有超级战队的力量 是贯彻东映历史的纠级寡逼 就算放在隔壁奥盆也能担得起宇宙级 超级英雄战技的变身台词为 只要时代还在渴望 英雄就一定会出现 说真的就凭这一句台词 超英雄战技就一定输不了 对面这个boss真的算是全特赦最惨反派了 站着不动大招赤满挨的是最毒的打 小陈为他默挨一秒 总结一下 超级英雄战技无论放在哪部作品中 都是妥妥的bug级骑士 假面骑士Saber的第五个最强形态是什么 那就是只出现过两次的情感龙形态 作为全剧中唯二不吃鳖的形态 在特定条件下是能与任王剑等大佬白白手腕的 设定中情感龙的能力基本上都是跟封印有关的 确实是个封印专攻形态 对上特定目标战斗力非常强大 对说的就是你霸剑 情感龙真的是逮着人数走 他最早登场在Saber的剧场短片 不死鸟之箭矢与破灭之书 在剧中就是揍的霸剑 后续在TV第35集再次登场也是揍的霸剑 没办法 谁让情感龙是真理圣主登场之前 全剧中唯一一个能够克制霸剑的存在呢 元素龙都拿霸剑没办法 情感龙一刀就秒了 这玩意儿不比元素龙好使多了 最后一个最强形态比较冷门 是在舞台剧中登场的特殊形态 终极巴哈姆特形态 使用传说中的神兽书 终极巴哈姆特奇幻驾驭书变身而成 被誉为是最强单体书形态 虽然没有明确的能力设定 但其素质能够媲美全能Saber等挂逼 在舞台剧中的实战表现也堪称逆天 拿把十胜刃就直接追着黑流苏坎 可见实力已经超过TV最终boss老巫了 如果公布了明确设定 想必又会是托马老师的一个大跌形态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全部内容了 托马老师不愧是斜剑仙 在战斗方面从来不让人失望 观众们觉得哪个才是他的最强形态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讲明其实Saber到目前为止 也是另一部低开高左的佳作 喜欢Lyda的观众不容错过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小陈一个绝对不会脱根的男人